我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对嫖客和妓女来说 恐怕也是如此 电视剧《金粉世家》中的大少爷金凤举 爱上妓女晚乡之后 花了大价钱为她赎身 还私娶为二房 两人迈入婚姻生活之后 昔日的密柔情不在 只有鸡飞狗跳的琐碎 明朝的嫖金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白 妓跟客结婚拧正之后 双方的风情和放荡都收敛了起来 男的不再浪漫多情 女的不再妖娶妩媚 每天谈的便是学区房 到垃圾收快递这些事情 假如你觉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这句话太悲观了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 这么来说 两个人熟悉之后 当然也有乐趣也有情调 但最大的乐趣最大的情调 是在两人交往的初期 也就是还在互相追求的这个阶段 用嫖金的话来说 齐去在愈合未合之际 齐情在要嫁不嫁之时 用当代的话来说 就是过程比结果更美好 所以嫖金还劝人得去便抽身 不过人是感情动物 爱上了却又转身离开 谈何容易呢 有些时候两人本来很要好 一个人出差一段时间 回来了就发现两人身份了 嫖金中是这样说的 浸泥上孔秦书 久别岂无心变 异地恋往往敌不过时间和空间 这时候可能一方还爱着另一方 但另一方已经不爱了 那之前说好的海誓山盟呢 说好的比翼双飞呢 说好的带你去看海 去巴尼喂鸽子呢 所以嫖金劝人要放下 他说一个人如果对你撒谎 往往不是故意要骗你 而是迫不得已 同时秦人所对你说的承诺 也不要太过计较太过认真 所谓欲言说谎 该不自由 发誓念香 听其自顺 中国的诗人汪国珍说的好 许诺是时间结出的松果 松果尽管美妙 谁能保证不会被季节打落 大家好 我是老僧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这期来说说 《明朝嫖金》这本书 经过前面的例子 你大概也感觉到了 《明朝的嫖金》 不像是一本谈嫖的书 而更像一本谈情说爱的书 是的 《嫖金》其实是一本恋爱宝典 在严格按照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的明代 婚配的过程更像一次谈判 夫妻则向一次商业合作 入了洞房之后 两人就算是进入了结果 没有了这些暧昧调情 打情骂俏的过程 当然 这你说的是大部分情况 包办婚姻中 当然也有爱情的逆子 上错花轿嫁对囊 算是展示了一个这样的逆子 不过齐天哪和李玉湖 喜间良缘 这也很难说 齐天哪日后就不会再去花街牛巷 大概从清代前农时期往后 亲楼妓院渐渐称为 纯粹的发泄肉欲的场合 所以一说的瓢 让人们想到的就是肉体的碰撞 也就是《红楼梦》中说的皮肤烂淫 而妓管娼妓也成了低贱的代名词 但其实在乾隆时期之外 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绝大部分时间范围内 妓院更像是综合性的娱乐场所 更像是古代版的音乐厅 戏剧院KTV饭店咖啡厅的综合体 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娱乐 是跟这里的服务员 也就是妓女的调情交往这些 不管是长期交往还是短期相会 嫖这个字最初的意思是清洁 汉武帝给霍区兵封的名号 就叫做飘摇将军 汉文帝和斗皇后的女儿 管涛公主她就叫做牛镖 到了明代晚期 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淮阳地区 娼妓业发达 文人世子去妓院侠妓未然成风 那就借用了嫖这个字 意思是对妓女轻慢不庄重 也就是把玩侠弄的意思 在当时的人看来 说到嫖这个字 第一感觉还并不是什么肉体的碰撞 我们之所以要把明代晚期的社会情况 介绍得这么详细 是为了说明白 为什么嫖今大部分内容说的是谈情说爱 说的是男女交往 而不是什么肉体的交合 嫖今这本书对妓女和妓院也并没有任何的亲蔑 没有任何的挖苦嘲弄 相反 他把妓女跟嫖客放到等同的位置 还谴责那些只为了肉欲而不顾情义 也就是烂性无情的行为 嫖今第74条提到了狼虎嫖 也就是那些依仗自己有权有势 对妓女毫无尊重的人 在嫖今的作者看来 妓女跟嫖客的交往 虽然不等同于居家男女 但原理是一样的 开篇的第一句 男女虽易 爱欲则同 男贪女美 女目蓝贤 这里的贤是说会来世 善讨女子欢心 现代有句流行语 男的爱女人姿色 女人爱男的甜言蜜语 所以女子学会了化妆 而男人学会了撒谎 不过由于妓女所处的环境比较特别 妓女要时刻跟妓院的老板斗智斗勇 这样下来妓女往往比较有心计 所以嫖今的第二句这样说 宝子创家 威逼家人 生巧技 折子爱抄 誓催妓子 弄奸心 也就是说妓女的耍心眼是妓谋 往往不是她本性如此 而是生存环境恶劣所逼出来的 当然不仅妓女耍心计 作为男人的嫖客也是如此 有句话说 所谓恋爱 就是男女互相勾引 互相欺骗 成熟的男人女人 一般不会轻易地表白真心 古龙小说中有句话 谁先动心谁就输了 所以恋爱是场游戏 一场追逐的游戏 这里面有试探 所以也需要一些智慧 嫖今这本书 像是一本 写给刚入风月场所的年轻人的劝告 这劝告是同时给嫖客 也给妓女的 他提出情不在冒 也就是说 要是为了爱情 那就不必在乎容貌 假如你爱她 自然就觉得她好看 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 而如果她对你有真情 那就会在你穷愧鸟倒 失忆落魄的时候帮你 这才是真正的情人 不过所谓黄金万两 容易得 真心一个也难求啊 如果一个人用情太烂 到处都是情人 那往往说明 这都不是真的情人 嫖今这样说 刻交千个假如也 情在义人 真有之 这算是对男男女女的 苦口婆心的劝告了 妓院如同咖啡馆 有众多的女子 有众多的来客 贴大的银盘 流水的冰 在这场恋爱游戏中 如何知道她是不是真心呢 嫖今首先告诫年轻人 为财者十有八九 为情者百无二三 这句话当然是对嫖客说的 不过这句话稍稍改一下 就可以说是对妓女的劝告 为色者十有八九 为情者百无二三 而这两句话放到现代社会 恐怕也是置你名言 不知道你是怎么判断 对方对你是真心还是假意呢 嫖今中给出的答案是 耐心等待 最初交往的时候 她对你关怀备置 体贴尊重 但后来渐渐冷落你 不把你放在心上 这往往说明她并不爱你 而相反 假如随着交往的时间 越来越久 她对你越来越好 那就必定是真心了 当然 既然《亲头中的爱情》 是种游戏 那么这本书 也给了些具体的实践性的建议 例如告诉你 怎么推断出 亲偶女子的心思 假如她跟你约定在明天 而不约定在今天 那就说明 今天她已经有约了 她不能失去这位客人 另外 假如你问她 昨晚在干什么 妓女往往会回答说 昨晚没人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也是怕你吃醋 再举个例子 有些男生女生 在初次约会的时候 会带自己的同性朋友陪同 不过这可能有些风险 因为要是你的朋友 或者闺蜜 抢了你的风头 你该怎么办呢 俊有弱邪 愁夺趣 余钱多代定遭差 再举一个例子 男女交往的时候 容易说错话 很多时候会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尤其是广大的男性同胞 说话一定要慎之又慎 朴金中告诫男士 不要在心相好面前 说旧相好的缺点 同样 也不要在成年的妓女面前 展现出对年幼妓女的恋爱同情 因为这些都会让她觉得 你心中没有她 当然 这些道理对男女都适用 总之 如果你经常在对方的面前 说别人的优点 对别人的好处大谈特谈 那对方会怎么想呢 当然 男女交往之中 苛刻叛叛总是有的 言语不合 两人生闷气是难免的 所以朴金提到要原谅 要宽恕 不能因为一时的不愉快 而废掉了平日的感情 一般来说 女朋友生气了 男人给他买东西送礼物 往往可以哄得他开心 而关于送礼物 朴金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诀窍 那就是要敢在对方开口之前 主动把这个东西送给他 在女人看来 男人如果没等自己说 就懂得给自己买 那才叫真心 那才叫sweet 那才叫浪漫 那你可能会问 前面不是说真情不是靠买吗 真情不是说要靠耐心等待 要日久见人心吗 这你怎么说可以用钱买到人心呢 这倒并不矛盾 真心确实要靠岁月的磨练 但偶尔送些礼物 来点意外 搞些惊喜 不也是能增进两人的感情吗 其实就算是结了婚的男女 就算是感情已经很深厚的男女 丈夫如果送合适的礼物给太太 也往往能让太太高兴一整天呢 当然更成熟更有经验的女子 相比来说就更加不容易被礼物收买 成熟女子不会轻易被男性的礼物动心 不过他们一旦动心 感情就会比较稳定持久 而年轻的女孩子虽然容易被男性哄开心 不过女孩子的心容易得却也容易变呀 所谓容易得来的就容易失去 这期我们介绍了《明朝朴经》这本书 不过还没有介绍它的作者 所谓朴经也就是风月场所的攻略指南 明代很多生活指南内的书籍 都会记载这些内容 只是名字不同 比如有的叫风月机关 有的叫青楼规范 花坎机关 子弟药书 色域娘药 秦书记药等等 有人把这些临散的信息整理成书 并且用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 给他提名嫖金 既然你们天天说什么四书五金 四书五金 我就偏偏跟你来个嫖金 到了明朝万历四十三年 张梦征和朱元亮两人合作 以这个旧本的嫖金为底本 刷洗旧著 标注心事 重新给他做了一些注解 还收录进了历代的名记的诗词 把这本书换了个名字 叫做青楼孕语 这个新版本的嫖金 文字简念 格调不俗 作为风月游戏指南 嫖金也就是青楼孕语这本书 道尽了男女情爱之态 有痴情苦手的 有作戏玩弄的 有机关算尽的 有执迷不悟的 共计二十余种 还根据嫖的技术高低 过程精密和时间长短 对嫖做了种种的划分 不过这里不详细介绍了 嫖金中说 有百年之夫妇 无一世之情人 填缓满而刻遍去 远法静而人自开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要看得开呀 不要太执着 两人之间不说一言 而心心相应 这种默契是最高的境界 而缘起缘落如花开花落 所谓缘法静而人自开 这已经算得上是种禅静了 嫖金还说 日久佳人翻作道 年生子弟或成归 人世沧桑 妓女也许日后成为 有智慧的觉悟者 而原本高贵的读书人 有可能会做起下贱的职业来 嫖金的最后一句 搜尹变态不能有穷 玩味世边未必无补 也就是说 作者相信这本书 是对人有帮助的 在老森看来 这本看似不震惊的书 倒是比很多震惊的书 还要震惊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本书的 这里面的一些金句 你同意吗 假如你已经看到这里了 请帮老森点一下赞 这样可以让更多人 看到这期节目 感谢各位对老森的支持 用轻松的姿势 长点知识 我是老森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